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丹田躁动无比 并且躁动之力范围在不断扩大 尤其是在灵丹下方 仿佛这丹田下方变成无底深渊 看不清摸不着 等等 体内灵气怎么剧烈堵动起来 体内的灵气抢得一分为四 散发出仙 魔 佛 妖的气息 这四股灵气朝丹田下方缓缓沉落 仙道与佛道的气息 魔道和妖道的气息 两两融合在一起 一方灵气之阳之八方 一方灵气之阴之荣 难道这就是日月轮回秘法 这才是这神通的本质 日月轮回秘法 洪荒圣血绝 还当真名副起始 我感觉到丹田底部 已经牵出一块大地 犹如洪荒上 无际苍凉 而丹田的上方又悬浮着 太阳明月这两股灵气 日月同灰 丹田内的变化简直乱七八糟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单单使用仙道银气 也不过比过去 多上两成有越银气 魔道 佛道和妖道银气 在旁人面前显然不能动 魔道正宗虽然不比邪魔道 但彼此间依旧有些相似 在这个大陆使用魔道 简直如同找死 佛道和妖道 在零五大陆上 已经成为传说的存在 先有人知 若是使用暴露出去 估计惹来不少亏迹之位 图僧麻烦 看来 现在最保险的做法 就是另外三种灵气 闲之不用 仅用仙道灵气 有一点我可以看不定 今后日月轮回秘法 配合四道刀刀 使用相应力量 威力必然会大增幅 算了 不想那些了 眼下还是抓紧修炼了 去一进入房内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时辰 远比上次多出太久 不知他们几个 是否还在坚持 这帮刚进入学院的学员 竟然能够在中九间待上那么久 一个月前 以为那就是他们的极限了 而且 进入雷火殿的六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开修炼房 怎么报名字还在缓缓提升 他们一定是有什么手段到这个程度 如果是凭借真材实量 怎么可能这么快啊 霸体丹 定然是使用了霸体丹 这么一说 还真有可能 他们进入雷火殿内 广州洋那么一座 服用霸体丹修炼就好 为了名次 竟然用这种手段 真是卑鄙 可惜 那么久的雷火之力 都成了无用功 服用霸体丹 根本就没有任何炼体效果 哼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长哥服用了霸体丹 无非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我们长哥可是有真材实料的 你们可别乱说 诶 这不是零元组织的王上吗 他怎么来了 长欢他们名字快要赶超他了 估计是坐不住了 你看他脸色铁青 一定恼火至极吧 超了超了 偿还他们逐个超越了王上 厉害呀 这帮心血员到底什么来头 你们这帮家伙 竟然也坚持这么久 坚持多久并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能够在其中有多少效果 这雷火电比试是末 炼体效果多少才是重中之重 有这样觉悟的人太少了 很多人来雷火塔 更多是为了榜的名字 而非 常欢 唐奥 吴皇 钱太多 白罗田 李后 王八蛋们 给我滚下来 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们的名字 确实有人在叫 老子倒要看看 谁胆子这么大 竟敢对我们六人一次点名 走 出去看看 刚才哪个混账乱废 有病吗 你便是偿欢 是又如何 你是什么人 我是灵源组织的总将 王尚 你在下面点我们兄弟名字 是不是已经明确了要寻死啊 被我们新学员追上了名字 还在这儿放屁 真是奇闻了 放屁说的你们自己 用霸体丹得到这般效果 还洋洋自得 诸位 你们看看 他们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这是从雷火殿里出来的样子吗 这么一看 确实如此啊 他们身上真是一点伤痕也没有 难怪名字提升得这么快 原来是一直在作弊 像你们这种无耻之辈 没有资格来雷火殿 滚吧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 军团 凭借小聪明小手段得到 果然是这种货色 从头到尾 你所言不过是你推断 说的却仿如事实 好 要不让我认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